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九世纪末期的足球运动员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参加奥运会 被誉为现代奥运之父的顾拜旦 在1896年的雅典 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时还特地去请中国来参加 但是因为当时刚打完甲午战争 大清国要赔偿小日本2.3亿两雪花银 如果参加奥运会 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最终慈禧太后考虑再三 决定拒绝参加雅典奥运会 在那届奥运会上丹麦足球队九比零 大胜希腊夺得冠军 但是好景不长 国际奥委会电大欺客 他们规定职业足球运动员不能参加奥运会 在1928年为了使职业球员更好的发展 同时也想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国际足连第三任主席雷米特决定举办世界杯 并用胜利女神的形象 铸造了一个赢的流动奖杯 哪支球队获得冠军 可以把奖杯保留四年 在下一届世界杯前交还给国际足连 不过另外还规定 如果哪支球队能获得三次冠军 将会永远获得此杯 在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 巴西决战4比1战胜了意大利队 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多冠了 自然奖杯也被巴西永久收藏了 现在我们称巴西为五星巴西嘛 因为他们球衣上映着五颗星星 分别代表他们拿过五次世界杯的冠军 当然还有那么一支球队 人家一次世界杯冠军也没拿过 照样感应五颗星 是谁咱就不说了 你懂的哈 巴西虽然永久获得了奖杯 但到了1983年 却离奇地被盗了 并且奖杯还被盗贼融化了 巴西只好又做了一个赢品 一做补偿 其实啊 这奖杯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盗了 在1938年至1950年之间 世界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停办了 在这段时间里 奖杯也突然消失 大家都认为是被法西斯给毁掉了 到了1950年才知道 原来啊 是当时的国际足联副主席巴拉西 把他藏在了床下的鞋盒里 才免遭法西斯的毒手 这时呢 国际足联为了纪念第三任主席雷米特 对世界杯的贡献 决定给奖杯命名为雷米特杯 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举办前夕 雷米特杯运到英国后不久 又一次失踪了 英国警方苦苦找寻一个星期 仍然是毫无线索 诶 与此同时 一只宠物狗看到地上有一块土翻新过 觉得可能是其他小狗买的吃的东西 于是便跑过去跑了起来 结果啊 吃都没找到 反而在这里挖出了失踪的雷米特杯 为此 英国政府很大方的向狗的主人奖励了53英镑 并给这只狗奖励了一块肉骨头 在1974年德国世界杯上 东道主德国获得冠军 捧起了新的世界杯奖杯 这是国际足联重铸的大力神杯 国际足联规定 无论一个球队获得多少次冠军 都不能永久拥有大力神杯 因为国际足联认为 如果还按照以前的规定来 很可能以后所有的奖杯 都会被那一支球队永久拥有 哪支强队 这么厉害 他们不是我们熟悉的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等欧洲强队 也不是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美洲敬旅 而是我们更加熟悉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也就是我们平时调侃的国足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开什么国际玩笑 中国队哪有这个本事 还真不是我在开玩笑 现在的国足当然没那个水平 但是当时还真不好说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了这么久的足球史 好像除了促居以外 没怎么提到过中国足球 那现在就简单的说一说吧 中国足球队成立的时间比较早 在1913年就成立了 而且还参加过10次远东奥运会 其中有9次夺得了冠军 别的国家啊 计算球队的战绩 一般都是胜率百分之多少 能有百分之五六十就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再来看看中国 我们计算的是夺冠率 而且还高达百分之九十 到了1924年 中国正式成立足协 并且在1931年 也就是第一届世界杯的第二年 参加了国际足联 当时中国球队看到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上 东道主没咬人的乌拉圭决赛 4比2击败没失点的阿根廷 捧起了奖杯 也就是后来的雷米特杯 看到这里羡慕不已 决心也要冲进世界杯 结果啊 在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预选赛的关键战役上 中国对2比0一举击败 和属东印度 获得了意大利世界杯的出现名额 虽然当时适合印度尼西亚提 其实当时那是荷兰的殖民地 对方都是荷兰人 相当于是中国2比0战胜了荷兰 出现归出现 当时的足协已经是一穷二百 税收高得吓人 政府整日打红军 打黄军忙得不可开交 花钱如流水 更不可能给路费 让他们去踢球 中国足球队的世界杯之旅 就这样泡汤了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观看 去的神父保抑 送全是小邪地 听着诗 张诊识 冷知识 谈到保抵 去的 冷知识 我来来给你 외uii 冷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